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 而我的是佛佛池 你好我是柯龍 我是Zoe 嗨Zoe 最近啊在Thread上面啊 甚至上到新聞 都在討論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瘋狂的新聞 以至於我自己身為一個你知道 我異國婚姻的 我都覺得有點荒謬 就是有點奇怪 對那我今天就要討論這個 取越南信仰這件事情 那我們佛佛池的小編 非常給力的邀請到了 我們的Nick來到現場來聊聊 那我們來歡迎你Nick 謝謝你來 歡迎你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Nick 對他可能還是有一點點的緊張啦 對那想請問一下 其實從事發到現在 你受到這麼多的關注 你的心情是如何呢 你有預期到就是 這件事情會突然變這樣子嗎 其實一定是沒有預期到的 那突然受到那麼多關注 說真的壓力是蠻大的 因為畢竟我就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突然受到那麼大的關注 其實會有點不習慣也不自在 可以理解 那目前大部分的 譬如說網民都在罵哪一些了 譬如說是有一些人說什麼 你是買了老婆 或者是人口訪賣 或者是大家都在攻擊哪一個部分 或者是有收到哪一些 其實我覺得 大家普遍會對我現在這個做法 不能理解的是說 就會覺得說 你完全都沒有戀愛 就是在一起這樣子 這個做法真的妥當 對其實我覺得蠻多人心中的疑問是這個 對 可是 其實對我對我來說 就是 怎麼講 愛這個東西是很抽象的 對啊 每個人心中的定義都不同 那我自己覺得 我是屬於日久生情型的 所以我會覺得 我把我想要的那個對象的那個 目標跟條件列出來之後 有符合 那我覺得以後長久相處下來 我是蠻有自信能夠讓對方漸漸愛上 對 那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對 那你 你能說說 因為針對就是 譬如他們大家都說什麼 你是在人口販賣這些東西 那你能大概稍微就是 聊聊就是到底 你那個70萬 單純就是買它嗎 其實我那個70萬只是說 因為有部分的網友就是想詢問一下我 就是大概過程會花的費用 那因為一剛開始我也沒有想到 會引起那麼大的關注 所以我只是粗略的估算一下 自己有可能會花多少錢 然後我就是簡單的回覆 但是後來就慢慢的變成被引用成 就是說我是花70萬買了一個老婆 對啊 可是其實這個費用扣除掉仲介費 其實它就是很簡單的就是 結婚需要的費用而已啊 就是幾家酒然後婚禮費用 對 然後還有一些老婆過來台灣錢的生活費 跟上中文課的費用 就是一些雜誌啊 所以其實 講明了就是跟 真的這個錢 除了他學中文 跟婚禮以外 真的不是去買它 對啊 因為其實給對方家長的也就 聘金6萬塊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聘金只是當地的一個習俗 對啊 台灣也有 對啊我覺得就是 他們有這個習俗 我就是尊重了一樣 他們也只是一時一時收一下 這個金額並不高 真的不高 因為像我 像我姐姐結婚 那個聘禮 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就是我姐姐不是會送什麼大小禮什麼的 就是南方送女方 女方也要回送 對但我覺得這個金額加起來 絕對不止6萬塊 我連台灣都有這樣的習俗 你們美國有嗎 你說 送禮給人家 送禮給人家 比如說我們兩個現在在美國 我也是美國人 你也是美國人 那我們兩個結婚 你會需要送禮給我家人嗎 是不需要 這件事情是不需要的 這個東西以前是 以前可能是有 就被說 送一隻牛 什麼東西 但那個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現在已經是沒有了 對 美國是沒有這件事情 以前是有 就古代的時候是有的 那你當初會是什麼樣的契機 會讓你想要去找到 比如說外籍 就是外籍人失去 應該是說 因為我過往的話 就是想要透過自由戀愛 去認識女生 就是時間可能都會拉得很長 其實我也花了幾年的時間 就是在找對象 但是常常都是討論到 可能就是未來的規劃這一塊 那就會覺得說 好像大家想法不一致 然後就又沒有繼續 然後我就又要花時間 再尋找 再去重新認識一個人 對 所以這個過程 其實浪費掉我很多時間成本 對啦 這倒是真的 那我 我可以問一下那個東西 就是你付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Matchmaking 他其實對我來說 到底是在做什麼 我覺得聽起來就很像是 像親仲介費 就是我找我想要的男生 我要180 有車有房 88888 全部打上去 然後丟給仲介公司 然後仲介公司就也幫你 仲介公司的對方 應該也是會有個女生 然後也是打出他想要 什麼這樣的條件 然後你們兩個Match起來 所以把這筆錢給仲介 對吧 對 因為這個過程中 需要非常多的工作人員協助 比如說台灣的仲介 越南當地的仲介 還有翻譯的人 然後還有就是 你之後要跑流程的代辦 因為如果你什麼東西 都要自己弄的話 就是時間會拉很長 而且很辛苦 所以說其實這個費用 好像是給這麼多的工作人員 OK 我覺得是蠻合理的 我覺得蠻合理的 就連Tinder Tinder也是 你看Tinder 它有個功能是你付費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但當時我們用的時候是有 你付費 你付費就可以看到誰刷你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節省你的時間 你就不用坐在馬桶上 一直這樣 對對對對對 你只要打開你付費的那功能 你看誰喜歡你 自己可以挑出你 然後你就覺得這個隊員 那我就滑這個 配對成功 然後就開始聊天 然後就節省很多你在這邊 無意義的滑的配對 這個過程 這有效率 你講的好像還蠻有經驗的樣子 因為你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他就是我付費 然後我打開來 我就不想一個個滑 所以我就打開來 我每天做的事情 就打開我的Tinder 然後就看說誰已經喜歡我了 那我就去按 然後就配對成功 你看節省時間多有效率 所以因為你看到我 你就直接故意的去刷 媽 我不需要刷 付費之後就不需要刷 是喔 付費就按回 愛心就好了 哇 好方便喔 哇 oh my god look at you 你有用過 你有在台灣用過Tinder 就是約會網站那種的嗎 當初 你知道Tinder嗎 我知道 有啊有啊 其實也認識了不少女生 對 但是就是 因為可能我的個性 就比較怕生 又比較溫 所以其實互動起來都很難樂落 嗯 那我也有就是分享過 我常常就是跟女生出來約會 一兩次就不了了之 喔 那台灣女生對你來說就是 是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 限決斷 就是的選擇 就比如說 呃 有什麼這奧的目標啊 或是是不是越來越嚴苛 應該是說我簡單的講一下 就是台灣的女生的話 他如果要進入到家庭生活 他會覺得你的經濟啊 各方面條件等等 你就是到了定位 他才會想要 這聽起來是全球的樣子 不是台灣而已 呃 我也不知道 我講實在我覺得 美國也是 台灣女生 我自己是台灣女生 我覺得有一點點 越來越嚴格 嗯哼 就比如說你要一個月多少錢 要車又要訪 然後要怎麼樣 對 然後 講實在大家都是一起 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這樣讀書讀上來 可是畢業之後 男生必須要去呃 當兵 他的他的青春年華 又少了一點點 然後他當完兵之後 他必須馬上出去 累積職場的這個經驗 然後累積職場經驗的同時 但是女生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去上課 我們可以出國 我們可以打工度假 我們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遊玩這世界 可是男生不行 因為他只要一旦 離開這個職場的之後呢 他就要重新累積啦 那他沒有這樣的 資產的累積 他怎麼去買房 買車買東西 那如果以同等道理 女生跟男生同時 步到三十歲好了 女生他可能已經遊玩 經歷世界了 然後回來工作 賺個三萬八四萬 可是男生必須要有房有車 然後他必須要有眼界 可是他這幾年 他可能一直都在努力的工作 所以你是說 我覺得有一點點 稍稍一點點的 民科 但我覺得是大家的 擇偶條件不同啦 所以你是說 在這個世界上 是女生有比較 我沒那麼說 你不要亂給我貼標籤 累積上是女生 比男生來講的話 是有比較 比如說如果是玩遊戲 比較easy mode 這樣子嗎 我不會說easy mode 女生也會有女生的困難 也會有女生的困境 這是不一樣的部分 我覺得是稍稍有一點 真的 就我感覺起來 我覺得稍稍有一點嚴苛 對吧 因為你可能現在也40歲了 那按照以前的擇偶 跟現在這幾年的擇偶 應該有很明顯的感覺到 對 其實應該是說 就是如果我今天 要談戀愛跟要成家 假如我是兩個不同的 就是我想要的東西不同的話 其實這個困難點就差很多 因為如果我今天是要談戀愛 我可能不需要考慮 未來會不會一直在一起 我可以就是一剛開始就全力輸出 對 就是可以讓女生感覺到我付出很多 對 但是如果是要成家立業的話 我要考慮到 是不是能夠一輩子一直走下去 所以我會覺得我要比較誠實一點 把我的所有狀況都先給她知道 讓她確定是不是可以接受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立場的問題 女生也沒有錯 對 站在女生的立場 一定會覺得這樣比較保險 但是因為我已經40歲了 如果我要真的就是等到我 一切都到位功成名就 我不知道我要等到幾歲 那也許如果50歲了呢 我50歲了之後才生小孩要帶 又是一個問題 根本帶不動 對 這倒是真的 那你後續怎麼會發展 就是又說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想請問 哪一個 你覺得台灣的男生在摺偶上面 是有什麼樣的困境嗎 摺偶上面有什麼樣的困境 對 就是譬如說 像現在很多台灣男生 其實大多數都還蠻多是單身的 甚至也很想找到女朋友 我自己其實身邊 就還蠻多男生的朋友 他們都會講說 欸 介紹女朋友 尤其是因為我的科系是護理 所以就很多人說 欸 你身邊是不是有很多女生可以介紹 所以我想說就是以一個台灣男性來說 你覺得在台灣男生在摺偶的條件上 是有什麼樣的 我覺得是 比較容易會被打擊到 其實 我是不知道大部分的人怎麼樣 但我自己過往的經驗 可能會覺得 有的時候在跟女生相處的時候 其實你聽到一些價值觀 你就會覺得你自己可能 沒有符合他們的標準 對 所以我就不會進一步 對啊 那我覺得現在大部分男生也是這樣 所以很多男生可能就直接選擇躺平 因為反正我也打不到 那不如就自己過好就好 對 那我覺得 我的事情會引起這麼多的關注 可能是因為很多的男生突然感覺好像 欸 其實有了另外一個尋求幸福的方式 對 這個東西可能以前可能大家有想 但是並不敢真的去執行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對啦 這也還蠻值得去考慮的一個討論的一個點 嗯 也可以啊 但是要小心的講話 其實也沒有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診所啊 鼻喉科診所 所以其實診所裡面有很多 很多 來自印尼或是來自越南的媽媽們 會帶小朋友來看病 對 所以其實 當然他們的老公 我是沒看過 都是媽媽帶小朋友來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 講外籍人士 外籍伴侶來說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 OK 對啊 所以普遍就是 沒有 不會 你一個晚上 譬如說兩三百個 兩三百個病人 一個晚上一百二十個病人好了 至少起碼會來到十幾個都是外籍新娘 是喔 對 他就是不是台灣的人 OK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 還蠻長的吧 當時動機有跟你說 其實台灣的 講成交率喔 真怪怪的 就是配對成功 煤核成功 煤核成功 對 還來到台灣 數據高嗎 他們有跟你這麼說嗎 你說就是跟 越南台越 喔 我跟你講喔 NIC 我跟你說我們公司 煤核率百分之八十之類的 其實 其實 這什麼東西啊 其實是 有啦 就是說就是 普遍就是蠻高的 對吧 是蠻高的吧 有多少 應該就真的是差不多八九十 其實我在裡面工作啦 OK 因為真的很多啊 其實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事情 那他們一開始 怎麼跟你相處 相處 或者是一開始 比如說你去找他們 應該是你去找他們 然後他們就是 怎麼開 這個話題 或是他們怎麼去做 就是什麼業務的概念 就是 喔 我們可以看 我們要怎麼樣的套餐啊 是怎樣 完全不是這樣子 套餐欸 我不知道 旅行社喔 因為其實 仲介本身就是我 就是給我做頭髮十幾年的首課 對 那我以前是曾經聽過 他是做婚友社 就是台灣的 台灣人之間互相聯誼 對 那我那時候會 詢問他是因為我想說 我沒有什麼管道認識女生 但我也懶得社交 所以我想說不然 直接去參加聯誼好了 然後我就詢問他 結果後來他是跟我說 他現在沒有在做台灣對台灣的 因為成功率太低 對 就是 男生女生的條件會互相都對不上 OK 所以說他就後來尋求就是 台月聯姻這樣 對因為沒有 所以你是因為他才做 所以沒有 沒有想要考慮說 我要去做泰國 我要去做印尼 我要去做菲律賓 各種其他的 沒有 我會鎖定越南 是因為就是 我有說過 就是我有聽到 就是越南的女生的個性 是比較符合我想要找的另外一半 對 越南的女生 好像也是 你看我們女生去做美甲 好像也都是越南的女生 居多 他們就很溫柔 都白白金 然後指甲都會幫你擦 他就說 我幫你擦乾淨 聲音都好邁喔 是嗎 我以為 越南女生不是活大 就很可怕嗎 沒有啦都有啊 都有啦 就像台灣女生有溫柔 你說虎媽喔 就是各種虎媽 是亞洲華裔 就亞洲 華裔台裔限定 所以越南是比較溫柔 所以那時候 你朋友就幫你介紹了 其實溫不溫柔 我不知道啦 我只是覺得說就是 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越南的女生是很願意 跟另外一半一起打拼 他不會說什麼東西 都要你到定位 然後就是負責享受這樣子 對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就好像蠻適合我 對啊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覺得說 雖然我現在很多東西 目前還不是很理想 但我一直都有在進步 所以我會認為就是 我想要成家立業這個 跟我的事業可以同步進行 對啊 就是尼哥想要找老師 可以能夠跟他一起白收 起家一起把 甜蜜的家打造起來的人 而不是 一個 就是直接等我全部都 坐享其成的人 我這樣講 不要會不會被罵 我啊 我身為一個台灣女生 我覺得我可以講啊 就是有些女生 就是比較想要就是 我為什麼要跟你去打拼 那麼累 對 可是 也不是這麼講 應該是說他們不想要不確定性 對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這個打拼 我這個投資報酬率到底高不高 是 我現在投資給你這個股票好了 就拿股票來說 我投資你這支科隆這支股票 可是我怎麼知道 我到底拿不拿回 我的報酬率 是 我投了我的青春二十年進去 結果你現在還是一平如洗 那我青春年華已逝 我已經是個四十歲蒼老的女人 但也沒有用了 然後結果你現在也變黃金單身漢 然後我離婚了 我什麼都沒有 我帶著一個小孩 所以這樣投資報酬率起來 大家就會希望是 找到伴侶的時候 他已經至少能夠給我一個 一個穩定 一個肯定 就是我至少我知道 我不會需要跟你一起吃苦 那你投資可隆後 你覺得你到現在 你 有會報的怎麼樣嗎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我不覺得 你怎麼不知道這麼悔 是什麼意思 因為對我來說 我雖然剛剛舉股票的例子 但我不覺得婚姻是 一個投資報酬率 對我來說 我不覺得婚姻是一個投資的原因 是因為 好我們現在 大富大貴 有一天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婚姻 我們現在 就窮了 我們什麼都沒了 難不成我就把你拋掉嗎 我拋售你嗎 把你整隻賣掉 不可能 一定就是在一起把它打拼起來 那我覺得 這樣的愛情才會是 就拿我平常很常講的 就是蓋房子 我們的愛情就是一個蓋房子 我們一起把這個家蓋起來 那蓋起來的房子出問題 我們回修 因為我們一起蓋了這個家 所以我要好好珍惜這個家 而不是 而不是就是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投資這件事情 用在婚姻 對我個人來說 我不覺得實用 OK 對 但我剛剛拿那個來比喻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這是還蠻多人會有的想法 覺得我不知道 投資你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懂 對但對我來說 我的觀念 我不覺得愛是一個投資 OK 對我覺得愛有很多的樣貌 對 那我想問一下 你後續怎麼發展 就比如說 你的程兆 中階去越南的鄉親 很想知道 就是去越南 找太太的這個流程 他們是帶你去 然後來我們的車 然後載你過去 然後你就到了 然後說 Here is your wife 是這樣嗎 你在台灣有先看過她的照片嗎 其實去之前有 就是中階會發一些照片給我們看 但是說真的 他也是直白的講說就參考 因為女生到底 實際會不會出現 其實不知道 所以還是有不肯定的時候 現在都沒辦法肯定 對 因為現在其實 越南的小女生嘛 他們也跟其他地方一樣 就是也是都是很任性 對啊 所以說他可能今天想要去相親 明天就不想 對 他們也沒辦法控制他們 所以他也可以拒絕 當然可以啊 所以他過去 你一進過去 你算是已經結婚了嗎 你現在算是結婚了嗎 你現在算是結婚了嗎 還沒辦登記 他還沒來台灣 OK 我想知道流程 就是想知道到底是 比如說你要先在台灣 我想知道 你要先在台灣就是先翻 不能講翻書 看Line 看照片 然後這個流程要帶你過去 從頭到尾怎麼確定 其實我建議大家就是當開盲盒 對 因為一切都是未知 雖然說仲介他可能會 就是聽你的需求 然後就是 你可能會對你的另外一半 有一個期許 但是他不見得找得到 這樣子類型的女生 對 反正他們就是 有想要相親的對象 他們就盡量帶給你看 對 那我的話是運氣比較好 可能我外型上還可以 所以他們會盡量帶 比較年輕一點的女生 因為他們也會希望說 女生是看了會喜歡的 對啊 你如果真的落差太多 其實要成功的機率很難 他們也不想浪費時間 是 然後之後就是確定 你在那之前會先看到他的資料 然後 年紀 應該是 女生到了之後 他們好像都有一個小本子 就是可能 所以你在那之前你都不知道 你真的就是 碗頭就 喔好啊去越南走 是這種感覺嗎 對啊 就是有一個女生會等我這樣子 就是 沒有他就是 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有女生有空過 那我那時候剛去的時候 一剛開始下飛機 就是在吃飯 還沒吃完的時候 就已經有兩個女生到了 然後因為他們急著要回鄉下去工作 所以說就是仲介就 就催我們說 趕快就是先跟他們交流一下 對 然後 一剛開始啊 因為兩個女生真的完全 不是我的理想型 對 所以其實我一剛才看到的時候 我就心裡有個 預設就是說 那我這一趟應該是當做來旅行就好 我也沒有想過會成功 對 那這後面就是 又媒合了蠻多位女生 然後後面有覺得說 有一些女生其實 條件也不錯 然後個性也都蠻樸實的這樣子 對 只是說 畢竟婚姻大事嘛 你要瞬間決定實在太困難 對 所以我還是就 就一直說就是我再 再看看 再參考看看 對 那太太的部分呢 其實她是真的是最後一位出現 哇 就跟偶像劇一樣 她在餐廳想說算了算了 這趟旅程就是來玩吧 對 然後太太就這樣子很飄逸的這樣子 走進餐廳這樣子嗎 然後背景音樂這樣子 那個時候是我已經在 飯店裡面休息了 因為仲介就跟我說 今天可能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你好好休息 所以我已經是 準備就是放鬆準備要洗澡 然後後來突然又被敲門 然後他們才說就是 有一位女生又就是趕過來了 然後就是想說先讓我就是跟她就是 聯誼互動一下 對 然後我才就 後來就見到太太 然後就下去大廳找她 沒有 那個時候是在我房間 所以她進來的時候 背景音樂就要下那個情非得已 然後就是那個感覺 然後就是 太太很便宜 我看過他們兩個照片 女兒有夫妻臉 是喔 我覺得很可愛有夫妻臉 就有那種情非得已 然後背景光 然後就說Oh my God 她這種感覺 對 然後你們就 一開始聊天了 一開始聊天的話 其實就是仲介會互相 就是幫我們自我介紹 然後就是跟我講一下 就是她的一些基本資料 家庭狀況等等 對啊 然後我那時候是 聽了她一些基本資料 家庭狀況就覺得說 這個小女生還不錯 對 然後家庭方面也是 就是蠻單純的 那也沒有負債 就是感覺交往起來 以後不會有太大經濟壓力 對 那方便問他們在 他們的家庭那邊在做什麼 他爸爸是在種蘭花 喔 蘭花 對 OK 然後媽媽我就不清楚 他父母是離婚的 各自都有在組家庭 然後他還有一個哥哥 哥哥也結婚了 那他是 這哥是跟台灣人嗎 不是 也是越南人 當我也是梅河 然後他是跟著哥哥一起住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他會想要出來 應該是因為不想一直寄人籬下 對啊 那你當初做這個決定之後 身邊的人有說什麼嗎 大家都是支持著你 還是說就是 會跟你說 你那麼帥 你找台灣女生一定很好找啊 你有事業 你都有成了 你應該 其實 沒有任何人支持 大家都反對 對 大家都很難以自信 我會做這樣的決定 但是因為 我的人就是 我想做什麼 我目標明確 我就一定會執行 而且 其實我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 只要我想 講說我要做 我大概一定會做 那我只是讓你們知道 我並沒有要征求你的統一 對 我跟我父母也是一樣啊 就是我跟他們講 就只是說 就進到一個告知的意義 都一起的啦 當初我們要結婚也是 對 爸媽都說你確定嗎 他媽媽也是 你確定嗎 我們都說沒有啊 我們要做 只是跟你講一下而已 這種感覺 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家人裡面 那現在事情發生那麼 就是從你結婚到現在 那家裡面的人 他們的反應是怎麼樣 他們的反應喔 其實他們現在都是 也是蠻期待的啦 當然一剛開始聽到就是 跟太太就年齡落差那麼大 他們也是會覺得 這樣子好嗎 對啊 他們有很期待說 就是 會說出哇 你們的混血小孩這種東西嗎 會有人說 是不是想趕快抱孫子 這種話嗎 我媽是沒有講的 但她應該蠻期待 她很期待 那你在那個房間裡面 你們大概互動了多久 你是不是想問 你是不是想開車 沒有 我完全都非常純愛 單純 情非得以再下一次 嗯 就是比如說你們這麼 就比如說 在你們的房間裡面 是討論到什麼 或是在講什麼 然後你們在 互動的內容 就是會這麼讓你去決定 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你看到 你就覺得說這個是對的 但怎麼 她說了什麼 做了什麼 或是會讓你覺得說 這個是對 哪一個方面 會讓你就是比較決定 是要去揍下去 呃 我的話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會想要做這件事 就是希望可以快速的建立一個家庭 所以我聽到太太的年紀之後 我很擔心對她來說太快 對 對 但是因為他們有跟我解釋過 就是在他們鄉下 其實很多16歲就結婚了 所以18歲已經不算早 那她的周遭的朋友也很多 都是有小孩子 他們那邊合法的結婚是幾歲 其實我不知道 但應該是16歲 應該是16歲 也是啦好像不然很奇怪 對啊 OK 那可以問一下 就是為什麼最後是會選擇太太 就比如說 就除了她的想法或這些 對 呃其實我覺得就是她的價值觀那些 還有個性 就我覺得跟我是比較符合 其實我比較看重這個 因為呃我也經歷過了一些感情 那以前的話我會覺得就是說 就呃怎麼講 女生如果要求比較多之類什麼 我都會覺得說好沒關係就是 就是可能盡量去配合女生 但是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我會覺得如果說呃另外一半可以更互相一點 大家相處會比較輕鬆 所以我現在就會想要找一個是 就是相處起來可以比較輕鬆的另外一半 那我覺得她給我的感覺是比較可以這樣 嗯那你那天過後就會說你是 反正你們第一天在你的房間去 稍微談一下 然後除了那個時間之外 你有跟她相處過嗎 就是 我們相處完之後後面還有吃飯 對就是吃完飯之後也相處 一段時間 是你們兩個那種單獨吃在吃 沒有沒有沒有都是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吃 因為一起反而不尷尬 因為語言完全不通 如果沒有翻譯根本不知道要講什麼 也是 那你們從確定 你確定就是選擇太太以後 到辦 你們有辦結婚典禮嗎對不對 婚禮 對就訂婚 訂婚 那到這個階段的話 你在那邊是待了多久 然後自知中的話 你們是就是 呃是整個流程是怎麼走 呃 其實我是第一天的時候就有 就是跟太太就有互相 就是覺得還不錯 但是因為考量到年紀 所以我其實一直在猶豫 我是到第二天早上才說 那不然就是 試試看好了 對 對那太太的部分的話 就是要男生確定 OK了之後 他必須要拿我們的 那個護照跟身份證 他才能夠去辦單身證明 辦完單身證明之後 我們才能有其他的動作 就是可能訂婚那些 對啊 那就是第二天我確定了嘛 所以說他就 就是開始就準備要去回去鄉下 就是去辦理文件 然後其實 越南辦理文件 真的是很看運氣 真的嗎 有些地方 就是會比較快 但有的地方就會特別刁難 是 對那我太太就是被刁難了好幾天 真的喔 對所以過程中 基本上我們是都沒有碰到面 你總共在那邊待多久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那從見到太太 然後到完成登記 然後訂婚 這樣這個流程幾天呢 見到太太 完成登記訂婚 就是到最後一天 我們是到搭飛機前 才辦訂婚 是喔 對所以一訂完婚 就馬上就坐飛機婚 就去搭飛機了 就這麼戲劇化轉過來這樣子 那樣照片是你們 真的就是剛訂婚 對 他真的很戲劇化欸 OK 那你們搭飛機到哪裡去了 沒有他他回來 我回來台灣 我回來台灣 對他回來台灣 對那當時的訂婚的 呃 是怎麼進行的 因為畢竟你說他的父母 都是分開的嘛 那因為畢竟我們也在網上看到 他穿就是他的婚紗的樣子 那叫婚紗嗎 訂婚 對 對那那個流程是怎麼進行 相信一定很多人也非常好奇 越南他們的婚禮的 對 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全部都是 仲介會幫我們處理好 對 主要就是文件有下來之後 才能有下一個動作 嗯 對 因為這個單身證明就是 給雙方保障嘛 就是確認說他可能沒有婚姻 或者沒有騙你這樣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的 對啦這也是啦 嗯 其實畢國婚姻好像都會有單身證明 因為有啊 當初科隆也有去申請單身證明 也是搞得非常複雜 嗯 那你現在你目前來說 你要等多久才有辦法 可以讓他過來 或者是他再碰面一次 對 因為他好像現在不能過來 對 那我應該是這個月底 或下個月初 會飛過去辦 就是婚宴 然後還有結婚登記 是 他不能過來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真的喔 嗯 沒有簽證 簽證 可是他應該可以先用 觀光籤先進來 觀光籤好像不行 他們越南好像很多國家不能去 是喔 沒有觀光籤 對 對 那還真的還蠻複雜的 對 就我聽到就是 日本韓國那些都不行 喔是喔 我還真的不知道耶 我也是這次才知道的 那真的還學到很多 接一次婚學到很多 那你 你說 你不怕說 比如說這個過程 他就是會把他 比如說現在你是決定 然後你不怕說 就是這個月內 或是下個月內 他就是不想要 然後就跑掉嗎 其實 我只是覺得說 喔 我在這邊有找到另外一個人 想要跟他走 嗯 你會去 怎麼 比如說在這個方面上 你會怎麼想 呃 其實我是不會去預設那些啦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對自己還蠻有自信 就是我對另外一半是很好 所以說我其實 就是在面對他的時候 我是就是會盡力的去付出 對啊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 不太會有這個問題 有也只能認啊 對 對也是啦 不然怎麼辦 再去找第二個 再去找第二個 那如果說 呃 就是說 真的有發生的話 他們有跟你說要怎麼做嗎 或者是 呃 你會跟他聯絡嗎 你現在 因為你不通 越南語吧 對 越南語不通 然後他也不通中文嘛 嗯 那你們怎麼聯絡 或者是你要怎麼辦 那個 有一個保證他是安全 然後還是會留在身邊 呃 其實這個就是風險 如果說他們真的 就是這麼跑了 那你就 就是這麼跑了 只能認賠 下次就把你的朋友都把他撿爛 燙壞這樣子 沒有沒有 不是啊 因為就 其實我覺得 任何事都有存在風險 對啊 所以這個就沒辦法 對 OK 那你 那其實 呃 對我來說 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存在在台灣 那 當我們講到說 你去取越南信仰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他就會有很多人的想法是覺得說 呃 就是越南是比較落後的一個國家 嗯 所以才會取他來 那你真的這個有什麼想法嗎 然後甚至是當你去到越南這個國家 他現在真的也還是這樣子嗎 其實呃 其實這個不能怪大家啦 因為我們以前普遍的接受的認知就是這樣子 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是因為 要去做這件事之後 我才有開始去做功課去多了解 我才知道說 其實已經跟我們以前想的都不一樣 懂 對那也是因為這樣 我才會有想要分享的想法 對就是 我希望 太太在來台灣之前 可以讓 就是至少我周遭的人可以改觀 就是 不要有 用有色的眼光 或者是一些既定印象去看他 因為那會讓他不舒服 那你我覺得想要特別就是 讓你分享 就是你去到 在你在做這趟旅程 從你說 從你知道說你要找到越南太太的時候 然後讓你大改革 大 大舌頭了我 大改觀的地方 大改觀的地方 就比如說就是 你希望 因為你剛有提到說 希望大家能夠不要用 有色的眼光去看你的太太 那你有沒有覺得想要特別講說什麼 其實越南不是這樣子 大家都 誤會了 對啊 其實就是 像我之前去的時候 我自己是 心裡是希望可以找到一個 溫柔婉約 然後很賢惠 可能就是 可以幫我把家裡都顧好好的 就是太太 但是我坦白說 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就是他們現在已經跟 上一個世代已經完全不同 他們也是很做自己 所以我現在 跟太太在一起之後 我就不會有這些想法 我就會知道說 其實他也就是 比較任性的小女生 以後一定是我會多讓著他 對 就之前的那些想法已經都沒了 已經都沒了 那他們還是會 真的像大家說的什麼 就是環境都是就是都很鄉下啊 然後或是 一點都不發達 鄉下的地方應該還是很鄉下 但是 他們這個就跟 很多國家都是一樣 就是你可能鄉下的地方比較落後 那你年輕人就會往外移 對 所以他們都會是到都市的地方生活 所以年輕人跟我們 完全沒有什麼分別啊 我覺得 那他來台灣之後 你會要求他去上中文課嗎 嗯 上中文課是一定會的啦 這個不用我要求 畢竟他要融入台灣的生活 他語言是很重要的 是 對 那如果說 就比如說他過來 然後就是跟你 就是比如說有生活在這邊 那你 他有什麼要求 就是你要帶他回去看家人嗎 或是沒有了 其實他都沒有要求耶 但是我自己就會有能力啦 我會盡量多陪他回去 是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 陪他回娘家就跟出國玩一樣啊 所以我沒有差 他又很期待 趕快來到台灣嗎 超級期待 他 我知道他現在有在 他好像有在學一點點中文對不對 對 我看你們有在那個 對 對 那他現在是可以開始溝通的嗎 微微的 微微的講 寶貝吃飽了嗎 對對對 就是每天開頭就是 老公吃飽沒啊 老公睡覺沒啊 就是 對 因為只會這幾句啊 對 那我回的其實他也聽不懂了 對 有我今天吃 那個飯上香腸炒飯之類的 很艱難的那一種 牛三寶 是 大家意思有到就好了 那你會 有開始學一點粵語嗎 你會學嗎 我有學一點 但是因為他現在想要學中文 所以其實他比較希望 我都是用中文跟他 講話 對 因為他這樣子會學比較快 那我的話是不急 因為我想說 現在台灣好像有就是 樂配的那個 就是另一半啊 可以免費的去上那個 越南語的課程 怎麼這麼好 我是聽中介講 英文怎麼沒有 當然啊 為什麼 當然啊 因為就英文是一個 就全球的需求啊 對啊 是這麼可能 這個是可以賺很多錢 那怎麼可能是免費的 但你不能 意外其實 因為我自己身邊 其實是 有人 他是 我覺得很妙 到現在還仍然 我還是覺得很妙 就是他們兩個呢 都不是 就台灣女生嘛 然後跟外國的先生 但是呢外國先生 英文也沒有很好 可是那女生也不會 原來他的語言 我舉個例子 意大利文 女生不會講意大利文 然後男生是 只會講意大利文 跟一點點很弱的英文 然後他們兩個 就這樣在一起 然後就結婚了 所以我就問說 那你們是用什麼語言溝通 他說就是一點點破 很破很破的英文 然後跟 Google翻譯 然後跟就是身體語言 然後他們還是那兩個小孩 我覺得很妙 就是 不知道我覺得那種 語言不通的情況下 然後能跟 對方結婚 我覺得是很有勇氣的一件事情 是啊 而且尤其是 在對方是沒有意願要學 我覺得那種有意願要學那種 我覺得那個是另當別人 因為學語言本來就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那種在一起那種 五六年七八年 然後都不會說對方語言 雙方都只用破英文來溝通 我覺得好妙 也是啊 你不覺得很 我當然覺得啊 很奇怪吧 我當然覺得啊 我是應該是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根本就不理解啊 對啊 我的對方我根本就不知道啊 對啊 有認識有碰面看到本人 但是除了講的很虔誠之外 要怎麼去跟他溝通 你懂為什麼 我懂啊 對啊 越南的語系跟中文的語系 是近的嗎 語系 就是他好學嗎 我自己是覺得很難 那個發音真的是 也是因為太難了嗎 就那個口音真的很難學 他真的是很難啊 我知道 口音 他們是口音居多 鼻腔共鳴發音吧 就是跟中文 跟還有那個廣東話很像啊 就是裡面有很 有幾個語 有幾個音啊 要發音 他們也有啊 他是比較 好像多而已吧 居多 在就是 你會覺得說 這樣這一次的這個經驗 跟我們二十年前啊 聽到了那種 去找外籍信仰的話 有什麼感覺有不同嗎 呃 其實蠻多不同的啊 因為 以前的人怎麼講 我覺得可能 心態方面就不對了 對啊 很多去找 外籍的就是樂配嘛 他本身就是條件已經 不是有什麼優勢 但是他還是會有一種就是 他高人一等的感覺 對 所以在相處上 心態上就不對 那 我覺得以前常常會是 就是失敗的收場就是這樣 因為你一剛才就不對等啊 對 嗯 就是他們台灣男生出發找的時候 嗯 心態就已經不是在找愛 對 他是想找個陪伴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好很多是 其實現在絕大部分的男生 心態都很好 其實 老婆找回來都是很疼的啊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的應該 不太會有什麼問題 OK 那想問一下那個什麼 呃 為什麼太太現在 對 我們剛剛有問了吧 對啊我們有問了 對啊剛剛有問了 為什麼不拿來看 你說是簽證的問題 然後他們就是要搬到了 然後那個未來 對於未來有什麼什麼什麼 呃想像呢 就比如說我後天有什麼什麼 呃 什麼克服的 什麼困難嗎 對有沒有覺得 開始想像就是異國的 嗯 婚姻 這種的 其實 現在最大的困難應該就是語言啦 對啊 一剛開始生活一定會有很多地方 就是會比較不便 對 可是因為 其實我太太的個性就是 很活潑 嗯 對所以我覺得就算有一些不便的地方 就是 也會變成很歡樂 是 對就像我們雞同鴨講就是 根本都聽不懂 但我們還是都覺得很好笑 嗯 對啊其實心情上都是蠻愉悅的 都是很期待的 對對對 你說你說不好意思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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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說什麼 你他有很期待 呃 來到台灣做第一件事情 他有跟你說嗎 沒有欸 吃臭豆腐 哈哈 因為這麼細節的東西 翻譯翻不出來 對 所以我們沒辦法表達到就是 你們現在在聊天都是你們兩個人互相嗎 就單獨應該沒有翻譯了吧 沒有沒有 可以用那個ChatGPT啊 ChatGPT很好用欸 真的我沒有用 對趕快回去下載ChatGPT很好用 就跟他講說 寶貝我想你 希望你趕快來台灣 怎麼講粵語 然後就打出來 然後就貼給他看 我回去試試看 所以你們都是用LINE在溝通 對 對 是每天溝通嗎 每天都會啊 每天溝通 嗯 像 你說 你說 就好 就比如說 呃 就比如說從一個 自己的經驗在不同的國家 自己有學到不同的語言 我是非常 我知道你剛剛有說是不擠 在學他的語言 但是這個 我會建議你趕快去學 為什麼 因為他用你語言不代表說他會表達的對 嗯 因為這個語言是有關關於文化 嗯 然後還有很多系數 嗯 然後很多東西就是從小教學到大 嗯 就比如說成語好了 嗯 很多東西就是在你們小學的時候 就是學參語嘛 然後就是很多你們的理事 還有你們的很多故事 很多就是穿梭過來的 然後就是教你們怎麼去做 然後怎麼去想 那這個是跟你們直接是有相關的 所以你就比如說你看什麼戲劇 你看什麼電影 這些東西都會有 有道點了 你們都可以想得出 哦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你又已經學過這些東西 他們是連在一起 你不能分開 語言跟文化還有系 那個很多系數是連在一起 所以 那每個語言都是一樣的 嗯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是會講不同的語言的話 其實有一些東西在這個A語言的話 你無法去表達在B 嗯 那剛好是相處了 就是剛好是相反了 就是你會發現就是 很多限制在很多不同的方面 就是會有因為你們的文化 而且你要怎麼去說 你可能是有類似的 但是要直接去翻成那個語言 是可能是無法 我知道意思可能很難表達出來 對所以 你在你的未來來講的話 在這個你們的婚姻 這個東西會對你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而且 你也 等到你真的要帶他回去 給他的家人 你如果真的有學會 他是一個尊重 對啊 對啊 這我很認同 因為我曾經有一任就是 我自覺我英文已經很好了 可是 不是 不是 我只是笑 我只是笑 自覺 我覺得我英文也不錯 因為我前任 就都是外國人 所以 他們都不會講中文 科隆是我第一個 外國的 外籍的男友 是會講中文的 那我還記得 在我有一任分手的時候 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你只了解百分 因為你的英文不夠那麼的流利 就是 不知道 這個不是你的文化 所以你英文就算再怎麼好 你也不了解背後那個文化 所以你只了解百分之二十的我 你永遠都了解不了百分之八十的我 所以那時候我有點難過 然後他就說 我說為什麼 可是我的英文已經很好 他就說 可是有時候我們在講一些笑話的時候 你都不懂 然後我說那你可以解釋給我聽 然後他就是說 可是有時候解釋完就不好笑了 對 然後可是遇到科隆 科隆會做點就是 當我真的是有時候我自己在看網路上一些好笑的東西 然後他就會問我說你在笑什麼 我就會真的是耐心的解釋給他聽 所以當下次再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可以跟我一起笑 或是他在看什麼英文好笑的時候 我就會問他你在笑什麼 我聽不懂 然後我不懂這個意思 他就會解釋給我聽 所以下次我們就一起笑 就是我覺得異國婚姻最重要的就是 我希望 真的就是溝通很重要 就是我希望我在看 應該這麼說 因為我很喜歡看湯伯虎點秋香 就是很多那個周星馳的片子 我希望我在 他能夠可以跟我一起賞花賞月賞秋香 然後我希望 他也希望我可以在大家看一些好笑的動畫的時候 我能夠跟他一起去 一起去大笑 我覺得這是異國婚姻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你必須要去了解對方的文化 很多東西他是沒有辦法通的 他就連我自以為我自己英文很好 可是被我的前人這樣狠狠地打臉的時候 我才覺得說就是 異國婚姻真的好累好累 就是好辛苦 那在你在接觸異國婚姻之前 你自己本身對異國婚姻是有 瘡井的嗎 或是有任何想法 甚至是 甚至搞不好你本身就是覺得說 最討厭夫婚姻 我最討厭那種 白人跟台女的那種 失白豬啊 我們其實不介意 沒有沒有 完全從來沒有這樣過 只是說 我以前不太會去考慮 就是異國戀士 因為其實就是像你們剛才講的 就是文化差異那些等等的 就是會讓 這段戀情的難度增加 對啊 那我今天選擇這個 只是因為我希望我可以讓 戀愛的時間縮短 然後快速的就是 達到我想要的就家庭生活 但是我一點都沒有覺得它簡單 相反的就是 我知道後面要面臨很多的問題 對 這個是我自己已經有先思考過的 有沒有討論過剩幾個嗎 是沒有討論啦 但是先一個就好 還能跟你說 老公我想要兩 我想要12個 足球隊這樣子 真的 搞不好人家想要啊 這有點 要怎麼 欸 足球隊12個人有點 在經濟狀況上的話有點累喔 足球隊不是12個吧 是啊 是吧 11個 沒講說 對 所以你們還沒有討論說要幾個小孩 還沒有 那前面的前站先討論好 再說 對吧 如果我是小女生 我就會開始創景我跟我老公的生活啊 我幾個小孩 我們要住哪裡 這種的 我不知道 她還是個小女生 她很活潑喔 雖然我只看過 不是說好像我跟她很熟一樣 就是從她短短的 這個是那個影片 對就是 Nake她貼的那篇貼文 我真的是打從心裡可以看得出 她當初就是 真的是想要分享這個喜悅而已 但沒想到這個喜悅突然就是 爆紅 變得這麼的奇怪 對 所以她知道台灣現在的輿論嗎 她應該知道吧 因為現在連越南新聞都有報 真的假的 越南好像也蠻多人知道 What 那越南的他們那邊的風情是應該是 接受的吧 我覺得 其實很多人是 就是也是一樣都是祝福的 只是說有部分的人其實聽到言論 就認為說就是 就是我們牽扯到買賣 然後還有認為普遍台灣的人都覺得 越南人比較窮 他們其實會蠻不平衡 好丟臉喔 這種新聞到越南去了 對 這個東西是在那個 我那個tiktok上面我也有發啦 就是有一些越南的人有留言 然後我就是翻譯出來看到 好丟臉喔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這個是對他們來說是 很大的傷害 對 蠻大的傷害 對啊 希望芳芳只聽衝不要做這種事情 嗯 有夠丟臉的 然後翻譯變成人家新聞 然後說我們覺得人家很窮 人家搞不好覺得我們家很窮 嗯 其實我覺得 每個地方都是這樣子啊 都一定會有貧富落差啊 對啊 不能以偏概全 真的 哇 那希望她的 她還好吧 她的心情 她應該是ok吧 反正是 別人講什麼東西也不是 對 但是因為 小女生啊 其實她比較在意的就是 被講到說年齡還有外表之類 對 就是有蠻多人覺得她太操靈 所以她是對這個很受傷 還好吧 20歲 更多的是 更多是差更多的啊 嗯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那個 他們有看過你的照片嗎 照片嗎 有 越南新年 越南的新聞有沒有把他們 把你的照片貼出來 他就是等於是把台灣的新聞 就直接貼上去而已 那看到你的外表應該不會覺得說 就是差太多吧 其實你真的是算保養得很好的 不是不是她她覺得年齡的不是我們的年紀差太多 她是說就是太太不像18歲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說她有點成熟 那小女生啊一定會很在意這個 我跟她講說 放老起來放這句話是這樣子吧 就她到40歲長這樣子 我當然是不能這樣子 也是啦 對啊她會氣死 我是直接跟她講說就是說 她在我心目中就是很年輕很漂亮 對啊 那發生這件事情 有你自己個人有什麼 有受到什麼太大的 或是有什麼特別的影響嗎 就譬如說你的心情 或是有什麼壓力 或者是 有 有關於你的人生 在這個過程中 有讓你特別困難 或是你有受到什麼特別的壓力嗎 只有一剛開始 因為一剛開始的時候就是 負面的評論比較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會比較有壓力 但是因為剛好那個時候 我是工作的 就是時間都比較忙 就客人比較多 所以我比較少去滑手機 然後不知不覺的就過去 對 所以後來就是風 風向就是理性的人比較多 之後開始就 就覺得還好 影響就不大 對 那對你的事業來講的話 有幫助嗎 事業嗎 對啊 目前是沒有啦 因為我原本是想說 就是盡快讓她落幕 也沒有想要帶到事業這一塊 因為不確定是好是壞 對 那你們就比如說 你知道走在路上 或是有別人看到你 他們會說 就是你的那個 你就是那個 你有現在有被認出來嗎 沒有沒有沒有 除了就是比較常去的店家 像我就是可能昨天還前天 去買牛肉麵的時候 有被認出來 就知道 那他們怎麼說 沒有他們就說 新聞上那個是你吧 對吧 我就說 喔對是我 然後他們就很可愛 他們就說 我們都是支持你的這樣 ok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我會上網留言罵人家 那時候一定都單身 可能 可能 應該是說 就是比較多是 人家結婚快開心心的 當然 分享這個喜訊 我會覺得 就是不管是什麼主題 或是是怎麼樣的 呃 事情發生 就是一定會有人不同意 或是不認同你做的事情 不管是什麼 你說 你說你想你是做 不管你做什麼 一定會有另外一派 或是 就是會有A跟B 就不可能是 因為大家一直 如果是全部人 在全球上 都是認同你做 做所有的事情上 那 你這個人就是做錯 嗯 你懂為什麼 所以 呃 對我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會有人就是 有支持 一定會有人不支持 對 你當下的貼文應該是 就是喜悅想分享喜訊 對啊對啊 然後他就這樣就突然就爆掉了 我也沒有想到 一剛開始的話 是睡一覺起來 突然 欸怎麼這麼多的瀏覽率 可是因為一剛開始 大家都是留言 就是祝賀這樣子 是 對所以其實我本來以為就是 可能一下子就過去 是到第二天還第三天 突然開始被瘋狂轉發 然後就是一直被罵說 人口販賣什麼等等 才越來越多人關注到 是 對啊那個是真的 我是有嚇到啦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說 怎麼會延伸這麼多問題 對啊 對啊也是 很開心心的 潔德坤 分享喜訊就會說 你人口販賣 那你一開始 你在 穿那個 把那個照片穿上去 呃 你的 你的追蹤的人 有多少 一剛開始可能 兩三百人吧 我覺得 那你覺得是唯一個裡面 有看到 然後直接去宣傳給別人 然後就是這樣子爆開來嗎 或者是 因為他這不算私人吧 你的不是私人 我不是私人 對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嗎 但是應該是 你的人圈裡面 誰有追蹤你 應該是先看到了吧 所以一定是每一個吧 他就是thread 然後分享 你有想到是誰嗎 他現在這個 這個演算法 不知道怎麼推的 你還是看得到陌生人 是喔 對 還是很多人看得到陌生人 我沒有在用thread 所以 他就是你看得到陌生人 所以你會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 呃 莫名其妙的文 他可能真的打得重新的 就是在抱怨一件事情 他自己的日常生活 比如說可能抱怨說 薯條真的很難吃 麥當勞的薯條 真的超難吃的這樣子 然後這被文章突然爆掉 嗯 然後他就覺得說 蛤 我不是只在抱怨麥當勞薯條難吃 就是這種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路人 他就是上傳他的心情日記 ok 那你往前走的話 你會想要怎麼去把這件事情去 應該是說要怎麼把這個東西 就是在你的人生中 你想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趕快去壓他 然後走過去 或者是你想要去看 會發生什麼事 或者是 你懂我意思嗎 我知道 對 你會怎麼 你的想法在這個部分 其實 因為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本來就 就會一直去分享我的生活 等等的東西 所以我應該就是 還是會照著自己原本的步調 就我也 不會去預設他之後 會就是怎麼走 對啊 應該差不多是這樣子 ok 因為畢竟 他本身這個本業 就不是要做這件事情 他也不是說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取悅男信仰 他純粹就是一個單純的分享 我結婚了耶 然後老婆很可愛這樣子 對 就爆紅了這樣子 那你自己有什麼東西 在這個部分上 其實你想要去分享跟 就是誤會的 就是粉絲或是聽眾們講 就比如說 你覺得行眾上有最大最大的 你一直看到的什麼留言啊 或是一些想要問你的問題啊 或者你自己想要去告訴大家 對 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不是你想的是怎麼樣 或是這個不是怎麼樣 嗯 或是你想要說 其實就是這樣 你有什麼部分啊 有什麼相反啊 應該是說 我其實是不鼓勵大家 就是 就是 朝我這個做法去走 就算真的要 這樣子做之前 可能你自己心態上面等等的 你要先調整好 對啊 因為 它只是可以讓你比較快的 可能達成目標 對 但是 嗯 婚姻只是 怎麼講 它是一個起點 它不是終點 對啊 所以你後續要怎麼維持 就是你的心態要對了 你們 關係才有一直 就是可以一直維持下去 對 所以我自己是 比較想建議就是很多男生 如果說 他在兩性這一塊 就是 認知上不高的話 可能必須要先讓自己就是去學習 對 可能要去多了解就是女生的想法 對 至少要懂得怎麼跟女生互動 怎麼樣才會讓女生覺得是 體貼溫柔的另外一半 再去做會比較好 理解 對啊 不然你就算結了婚 你可能也因為不會相處 很快的就會又分開 對 差不多應該是這樣子吧 嗯 你有身為一個外籍男性 有想要分享什麼嗎 想要分享什麼嗎 應該還好 就針對譬如說 台灣男生啊 想補充的 就是 因為你自己身邊其實還蠻多 男生嘛 因為畢竟有時候去健身房 你也有一些在教課 對 那你有沒有想對那些男生先說些什麼 你是說對於外籍婚姻嗎 不是啊 我是說就是台灣男生啊 增加他們的一些你知道 喔 我懂你的意思 嗯 與台灣女生配對成功的旅行 就提升 提升魅力 這四個字 提升魅力 我會說 應該我不知道耶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是 你 你覺得你想要做到什麼 或是找到什麼 這麼樣的人 你自己要去想清楚 然後你就是盡力去 就是呃怎麼講 不要因為剛好或是方便 去做這件事情 你要去有自己的條件 然後也是看清楚你到底是 想要怎麼樣的人 才會未來有快樂 可以這麼說吧 可以啊 各種都可以啊 對啊 今天真的很謝謝你 因為來到我們的節目 講真的就是 沒想到就是 呃我們有這個機會 能夠採訪到你 對 也希望能夠有這個機會 能夠讓你 說出你心中想說的話啦 我覺得我覺得 呃 那種沒有生在 輿論風暴中心的那些人 會不理解 這樣的機會是難能可貴的 嗯哼 對不是說什麼好像我們兩個 經歷過什麼風暴 但我覺得有時候 事情是一體兩面的 畢竟就像那個剛剛說的 他那花那七十萬 並不是直接七十萬買他老婆 把錢給爸媽 我懂 而是那些仲介費 機票費 酒店費到那些所有的人員 加起來的費用 他只是給一個初估 就有點像是 欸 欸 Zoe 請問你跟你老公結婚 你們當初花了多少錢 那我可能就說 當初跟克隆結婚花一百萬 那大家也可以斷章區域說 Zoe她花了一百萬買綠卡 大家也可以讓斷章區域 講這個事情 可是事情也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 呃 很多時候你的斷章區域 可能就會毀掉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 很希望就是能夠給Nick 這樣的一個發生的平台 就是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 那個讓想要做這件事情的人 有一個方向就是 啊 我要去找仲介 那對於這件事情 是不諒解的人 他們也能夠更有一個想法 能夠更去理解 呃 Nick的出發點是什麼 然後以及 大概的了解一下就是 呃 整個過程啊 我覺得 對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對 那我很希望未來你們的婚姻 能夠幸福啊 那也希望你太太能夠順利來到台灣 那真的很希望 謝謝 很謝謝你來到我們的節目 對那 尾聲我是想說啊 我覺得就是 呃 婚姻感情是互相 互相 要互相體諒的 對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人 去把這個加乘起來的 因為 婚姻它就是 你跟你的隊友 一起把它打下來 那我覺得 我覺得 女人是需要疼愛是沒錯 但我覺得其實相對的 男人 他也是需要被疼愛 被關心 就是 我覺得有點像是 你懂我的不義 但是我懂你的辛苦 我覺得 互相體諒 在兩性關係 是一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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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而且是 你們從結婚的那一刻開始 到你們 婚姻 呃死亡好了 我們就拿死亡 因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婚姻 能夠到到人生終點嘛 沒有人希望離婚 到你死亡的一刻 他都是不能停止的 對 但要一直不斷的去 站在對方的角度 就想去理解對方 你的婚姻才會 稍微的 順一點 是 因為畢竟婚姻很多事情 都是會影響的 沒錯 但是理解對方的不義 然後了解他的辛苦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嗯 對 那希望你們的婚姻幸福啦 很期待你們趕快 升 一個足球隊 不用一個就好 剩一個就好 對那 這樣的話你結束 有沒有什麼想對我們的 夫婦姻的粉絲 或是 任何話想對我們的粉絲說呢 呃 或是可能這個 可能會上新聞喔 所以呢 嚇死你 就是 希望大家 理性看待這件事情就好 對啊 我尊重有不同的意見的人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也 言論也不要偏激這樣子 對 我只希望這樣就好 對 戀愛自由齁 大家婚姻戀愛情白白種 戀愛自由 尊重喔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啦 那有想要補充的 或是想要問問題的 的人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對 我們也會在我們的 那個資訊欄 能貼上Nick的 Instagram 那有任何的問題 也可以去資訊他 請理性對待所有的事情 你就行 不要人生攻擊 那 有想要補充的問題 或是主題 都可以在下面告訴我們 記得幫我們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上面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囉 謝謝呢 謝謝 下次見喔 下次見 拜拜